中国经济即将发生变化的主要还是两个方面 工业和农业 我们先聊聊工业吧 可能这个国家除了习近平以外 没有人不知道中国的工业确实落后 因为他是比较擅长看报表的 甚至有的时候仅仅是听回报 你说的太详细了 他还听不懂 那么在他的意识里面 停留在央视的一些宣传中 是吧 不仅仅有一些祥瑞 中国在某些工业领域上 已经领先全球了 是吧 我们总体不行嘛 但是个别项目上 还是有领先于这个世界的东西 狂傲的在心中 有一种被修饰出来的自豪感 那么我们知道总体而言 中国的工业相当相当的落后 不仅仅体现在我们的设备上 也体现在我们的工人上 中国已经很久没有宣传过工人了 那么工人呢 它也是分等级的 不是说你进了工厂 你就是一名合格的工人 他还有一个 再进修 被锻炼的 再培训的 这么一些过程 高标准的技工 才能支撑起 一个国家工业的伎俩 那么中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 那么导致了中国的工业 以组装为主 自己加工的 有 在个别领域内 尤其是在军工行业内 是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但是因为中国工业底子太薄 仅仅靠苏联曾经的原件项目 不足以支撑起这个国家的工业体系 所以即便我们门内齐全 在联合国定义上来说 全世界现在工业体系 门内最齐全的 一个完整的工业国家 确实是中国 除此以外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还能保持这个体系 但是这个体系 它是一个最基础的 甚至我们造不了 高速的轴承钢 潜艇 要想下潜深度比较深 你就得进口钢板 连我们用的日常用的剃须刀 高性能的这种钢材 自己都生产不了 中国的粗钢产量相当大 但是高性能的钢材不够 每年都必须进口 甚至高铁上的轴承 自己都生产不了 到了一定的速度 就必须要进口 国外的产品 据说圆珠笔上的这个 圆珠笔芯 也就是这两年 才研发出来 那么中国的工业状况 无论是工业战线上的领导 还是各个厂矿的工人 工程师 其实都是心知肚明 只是没有人愿意说这些 让领导们头疼的话 到了真正有一天 啥也进口不了 没有外汇了 你想自主创新 这个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而且全国的工业产品 甚至工业生产的等级 都会急剧的下降 工业这个行业内的调整 将是异常的困难 极有可能 中共还会恢复 国家纪委 这个方式 来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协调 因为没有外界的补充 仅仅靠各个省份 自己去单打独斗 在工业领域内 将会遇到极大的困难 那么中国还有一个问题呢 是在材料科 很多年以来 中国已经依赖了 自己生产不了的东西 用国外的进口组件 作为一种替代 这个习惯养成了以后 就导致中国在工业领域内 有很多方面 它的缺失是短期内 无法填补的 中国呢 比较注重实用性科技 凡是能换钱的 都有人去干 基础科学的研究 相当的薄弱 材料科学呢 就更不用去谈了 任何一种配方 任何一种工业材料 它都需要大量的投入 不仅是人力 精力 同时也需要大量的资源 大量的金钱 经过几千次上万次的 这种试验 可能才能拿出一个 有效的配方 中国不像古老的工业强国 有着那么深厚的底蕴 从清末开始的洋务运动 就是以拿钱买为主 到了中国 现代的所谓的改革开放 也是 造不如买 买不如租 甚至中国有很多军用设备上 都采用了外国的元器杰 现在提倡自主创新 不仅仅在人才上 可能同时在工业的各个领域 哪怕是在重工业 国家已经下了大力气 花了许多本钱 对他们有所倾斜的行业内 都会出现普遍性的问题 中国有许多年 是靠吸引 或者说盗窃 外国的成果 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换取已经在国外 在相对比较发达的 场况企业 甚至科研部门 进行工作的 华裔科学家 为所谓的中华民族的腾飞 尽一点自己的责任 要名的给你名 要钱的给你钱 中国要的 就是现有的高薪科技 那么利用走捷径的这个方式 通过设计 通过组装 在很多行业内 闪烁了一会儿 现在呢 现在整个外部世界 对你进行封堵了 那么好日子再也不会来了 我们知道中共 不断地在尝试 用放弃 甚至不断放弃 连续性地放弃 现在我们的底线 几乎就可以看到 是叫没有底线 但是美国现在 就是不愿意跟你谈 他什么也不想听 他就明确地告诉你 你还没有准备好 因为以美国为首的 世界主流国家 他需要的是一个 中国的中产阶级 他需要中国 进入一个相对文明 相对法治 相对开放的这种状态 让中国能够有 大部分的中产阶级 是吧 两三个亿的这种 社会中间力量 他们能够自主选择 进口西方的工业 农业产品 而不是由政府 垄断中国所有的资源 由中国政府 来选择性地 采购这么一些 大宗物资 甚至能影响到 世界大宗物资 交易的价格 资本呢 它是有它自己的玩法的 没有一个国家 愿意面对中国 目前这种奇特的 经济环境 完全由政府来主导 我去哪采购 我去哪扶持 商业的交易 本来是一个公平的 竞争的 相对公正的 这么一个环境 那么由中国政府 主导的这股经济势力 它在搅乱 整个世界的 经济贸易形态 它不断地利用 经济作为杠杆 来撬动 世界上各个国家 对它的态度 甚至它想影响到 世界主要国家 对它的政策 这个游戏 玩了几十年 人家不跟你玩 那么马上 面对的这个调整 工业 应该是相当痛苦的 因为它们全方位的 依赖于 全球的配合 中国的工业体系 是相当脆弱的 在很多环节上 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 在你没有进口产品 替代的情况下 维持运转下去 我相信中国 无论怎么调整 在工业领域内 将会成几何等级的下降 目前 可能没有一个人 能够明确的做出分析 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中国现在 所谓的这种缺失 它的比例有多大 我们现在知道 工信部好像有过一个 公开的资料 能不能信我们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点 工业的问题 相当讨厌 而且短时间内 没有获得成功的可能 是否会有多大事 我只能发现 一种工业的问题 是否能不能看